大家好,我是凌姐 今天我已经第四天没有回老家去看我父母了 因为这几天我腰很痛 我这十几年了一直都有腰间盘吐出 还有这个经椎也痛得很 前天不是回老家去背那个柴火 肯定估计是压了一下 然后把这个腰嘴断 这几天很痛的 睡觉也痛,走路也痛 走路我就拿这个手垫着 所以这今天已经第四天没有回去了 今天我在家剁点饺子炫 等会给我妈送回去给她们包点饺子 现在我在家这些菜呀什么的把它切好拌好 等会直接回去包就可以了 等会我们就回去了 在家把这个韭菜把它都切好 等会把饺子炫都拌好 直接带回去 这是给香的那两个狗狗 糖糖和皮皮 煮了一点这个肉皮 肉皮放了一点这个萝卜 放了大萝卜 只会给香的那两个狗狗带回去 大家做一口比较方便 这韭菜都是昨天我洗好把它晾了一下 晾干的 包到手都比较方便了 不然水分太多了 放点盐 再放点味精 再放点鸡精 再放点花椒粉 吃三香 再放点胡椒粉 再放一点菜籽油 放个鸡蛋 给狗狗煮的肉皮煮好了 现在给打包 浇一点石油 浇在上面的话 这个狗它都不会出水的 看每一次走到这半路上的时候 我把狗狗放下去 让它们跑一会儿 朋友们不好意思 这一个视频就是上一个视频 同一天回来的 应该是先发这个视频的 但是没有简洁出来 就发了上一个视频 就是在我嫂子家门口 听了那些闲言碎语 就说是我爸和我妈爸 所有的家产都给我了 就这些 所以我心里头很难受 回来包饺子的时候 我一句话也不想说 其实上个视频 我和大家聊的那些事 前几年我经常听人说 但是我不想计较 我只想照顾好父母 不想理这些事情 但是我今天亲耳听见 我真的很伤心 我回来哭了一场 吃了早饭 妈妈老婆说是 他一哈汗水吃的 把头发是流流的 毛是流流的 这是跑该上去看的 我说他们小的 是拉起来回来 吐上了 也不算都是舍光了的 朋友们看过我视频的朋友 你们也能看得见 我们家这个情况 也不知道有什么财产 不知道我爸和我妈 不知道把什么财产都给我了 你们看一下 我们家里有什么 就上一个视频 有的粉丝也留言说 难道家里有古董吗 我真的也不知道 我们家这个样子 不知道有什么财产都给我了 看过我视频的 也能知道 我爸都91岁了 我妈也80多岁了 我妈的身体我一直不好 我不回来吧 也不放心 家里卫生也没人打扫 我就每隔上两天 我再忙我就隔上两天 最多也就隔三天啥的 我就回来 跟我妈配药呀 打扫卫生 给家里把家里这些 家务活动干一下 就这 我经常听到村子有人说 我嫂子在背后 就说我妈他们把财产给我了 你们看我们这家里有什么吗 就这几间烂土房 还有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说不生气吧 这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你说生气吧 你说不回来吧 真的我也不忍心 也放心不下我妈们 所以真的 我今天一句话也不想说 这几只狗狗都是我收养的流浪狗 平常的话 两只狗狗跟我在县城住着 还有一只狗狗在这老家栓着的 还有另外一只狗狗在邻居阿姨家养着 我每次回来都就带过来 跟我玩一下 不喜欢狗狗的也不要喷我啊 养狗跟照顾父母 那不发生冲突的啊 朋友们你们看 我妈的身体一直不好 走路遗憾都走不稳 所以你看我不回来能行吗 爸爸 你刚才把那话听了个啥 你把那话都不听听吃吧 你外里 你老婆们叫过来叫 叫个好好过来叫太太们 你刚才不叫叫 你老婆 老婆给你个舍的 叫不叫叫 所以你把钱都给了 后事都交得好 都给给晓了 一年几万的都给给晓了 叫他们做啥 有点味啊 有啥可以感觉啊 你老婆来找官方导致 是哦 就像他往过来看过来 他在照顾又来看过来 往过来 刚才走路遇见到外面 他不叫面的 叫他去扎 他去扎了一下 你看这 吃饭和照顾的好 他都死了 你都说你啊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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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吃了 你回来 都是尾老鱼 尾老鱼 那个 你还不 你去吃 我去拿来 行 他 他吃不完 我再给你倒就过来 你妈下多了 不拉着不拉着 把盐子都上来 嗯 你冲碗来给你擦一下 我吃了点 做啥吧 妈做啥吧 嗯 你看盐淡吧 不淡 我妈她们明天了再吃吧 很快吃完饭 打扫完厨房的卫生 现在把刚才没有搬完的柴火 现在搬回来 这把羊都给它 不干得把腊子都给它 还不干得饭 保抢了 你保抢了 你保抢了 我这个5个处理 我再在包家了 你保抢了 我再去过手了 我再 tell你保抢了 我再开一区手地 来吧 好了 你会吃的 需要人疼 饭什么开铁 吃了 快点大话快回来 你觉得 好久了 好 在炉上 你去 然后你去下饼 你去上饼 饼 要是你把它剪掉吧 剪掉吧 剪掉吧 那是啥子 我还不喜欢 那是啥子 每次回来就说 脏死了 洗都洗不掉 全部是在油 现在干完所有家里的活 就是上一个视频 我到山上去遛狗和朋友聊天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